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程度啊 在象棋比赛当中非常难得一见 而且双方啊 水平非常高 这个下得特别精彩 也是一个教科书一样的双车 双车围攻 率辅的一个精彩的终局 这个棋的双方呢 是来自广东的徐云川和来自黑龙江的赵国荣 这盘棋呢 是赵荣大使为我们展示这个双车 如何 这个叫二鬼拍门嘛 这个双举 原先有三举闹事 三举闹事呢 就是一个逐破双事 一个逐破双事以后呢 这个双车呀 怎么围攻这个光匠的局面 这盘棋呢 就是这种局面 双车 双车怎么进攻的一个经典的终局教程 今天呢 我为大家介绍这盘棋 今天大家看棋盘 红防是赵国荣特约大使啊 上一步呢 赵国荣特约大使退炮啊 准备这个平炮 攻击黑马 徐云川走的是车八进三 徐云川走的是车八进三 这样赵国荣特约大使一冲啊 徐云川一飞向 啊 这个赵国荣一飞向啊 徐云川一打兵 再飞啊 黑方再飞掉兵 黑方一飞兵啊 这个棋啊 黑方啊 就是忽略了红防啊 有一套非常激烈的进攻手段 这个棋应该说黑方是忽略了 现在黑 红防有什么精妙的手段呢 大家注意 红防是马三进五 硬跳中马 啊 借助这个炮啊 攻击车的 这样一个手段啊 强行马上进五 等进卧槽 啊 借助这个炮攻击车啊 这样一个瞬间啊 这样一个瞬间 这样呢 黑方只好退车啊 只好退车防守 我想这个棋啊 应该来说 寻传大师应该是在寻传大师计算范围之内啊 这个棋 这个马三进五登居的棋啊 应该是在寻传大师的计算范围之内 但是寻传为什么还是接受了这个棋呢 就说明寻传认为啊 这个棋 红防气质啊 是不够的啊 红防这样啥是不够的啊 但是这个直红的赵弘大师认为呢 这个棋红防啊 对攻来说 红防是优势的啊 所以这个终局啊 就在两个超级高手当中啊 双方都计算了这样一路的变化 但是就是看谁算得更深 算得更细啊 谁的攻击力更强 或者是说谁的防守力更加坚固啊 就是这么一个较量啊 这个象棋也是这么一个较量 象棋的较量就是什么 看谁计算得更深远啊 见谁计算得更深远 就是说这个非常典型这个终局啊 双方后来引出这个对撒特别的激烈啊 因为这个棋棋的这个棋料到这种程度啊 我想这个当时双方在选择这个棋的时候啊 应该是没有准备啊 至少巡船大使是没有准备到 这个红防这个攻击力这么强啊 让我们继续看啊 这个棋 红防一蹬马啊 马一蹬进去 黑方一退车 这样的红防先车杀底四 这样 黑方一上啊 红防一跳马 大家看啊 红防这匹马呀 没路可去了啊 现在 现在红防这匹马是必须跳啊 没有好路可去 气马 这马在炮口 我硬气马啊 再降啊 这样的黑方一退啊 这样呢 形成了一个交换 这样交换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黑方获得了两个竹 啊 红防获得了一个试 应该说这个棋呢 是巡船大使应该是已经是料到了啊 巡船大使接着这个高车磁炮 这样赵宏大使一沉底炮 巡船大使又一平车 这样的赵宏大使是搜内车 巡船大使是飞向 应该说这个盘面啊 就说这个盘面 虽然说双方已经下了这个十几个回合啊 这个盘面来说 应该说是在双方的计算之内啊 巡船大使和赵宏大使在十几个回合以前 已经双方都已经计算到这个盘面了 但是对这个盘面 究竟随有谁礼啊 两个人呢 肯定是执不同的意见 赵宏大使肯定因为这个棋啊 红方有力啊 巡船大使因为这个棋呢 是黑方有力 因为如果他不是 如果他不是因为这个黑方有力的话 他是不会这么选择的啊 他不会这么选择的 但是当下入这种局面的时候啊 巡船大使飞向以后呢 巡船可能仍然认为是黑方有力的 因为现在黑方多了两个竹 而且这个车呢 红方是必须对死的啊 如果红方对掉这个车以后 那么红方上车 红方这匹马又受到 驾制啊 他基本上出不来 助战不了 那么前方只有红方 只有车炮 两个字 对吧 车炮不成齐啊 对吧 车炮是不成齐的 所以说呢 黑方虽然说净少一个四 但是呢 由于红方车炮不成齐 那么很有可能呢 就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黑方多两竹的优势 啊 巡船纳斯是这么这么计算的 那么巡船纳斯可能因为这边一飞你像 你这个炮必要跑吧 比如说你跑啊 跑到这里啊 或者怎么样啊 跑 所以你跑了 你这个炮一跑以后啊 我在一对撤 这样呢 就形成一 你一半吃我吃我 这边是僵属啊 你最多是 啊 吃 杀四啊 这一杀四的话呢 我现在也可以不理你啊 也可以过冰了啊 什么 这样呢 应该说是黑方有势的局面 这是巡船的计算 就在巡船大师啊 就是说这个 非常自信的飞了一部炮以后呢 这个时候 张大师是评车 僵了一下 之后出架 这个旗啊 这个通盘呢 最妙的手段来了啊 这个张大师轻轻走了一步 炮山平二 这部棋太精彩了 太精妙了 应该说是完全出乎 黑方起手的 这个思考啊 黑方没有考虑到这部棋 如果黑方考虑这部棋 那么我想黑方在前面一系列 黑方根本就不会给 马上进步这个机会啊 根本就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黑方当时选择很多 黑方当时并不劣势啊 而且黑方应该说是略好一点啊 他选择非常多 他所以说给你这个机会 对攻机会 他就愿为你这个起义是 黑方优势的走到这里啊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炮山平二 这个炮山平二太精彩了 答案句 就是他最主要是什么呢 他最主要就是打散了你这个对车的手段 你没有对车 你现在黑方对不了这个车 即使红黄少一个炮 红黄也不在意 因为红黄这个双车你只有一个式 红黄利用你一个式的弱点 用双车进攻就足够了 是这样 你现在不敢持炮 你持炮 红黄就一讲 红黄就一讲 如果你挑事 那么会 红黄就是杀事 大家记住啊 一定要这个车杀事 不用这么杀事 这么杀 这不行啊 这一上架 这车对死 没杀了 这么一杀事 下降这样 二轨推磨 杀事 这不行 所以你既然吃不了这个炮 你这个车又不能逃走 你这车逃走也没有什么好道 比如你逃这 那么这个红黄再杀事 这样的红黄也是大能有势 所以说这个巡船呢 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呢 它又走出一步好奇 落象 这次的步好奇 落象炮打狙 这次的步好奇 这样的赵荣一杀事 巡船一吃炮 赵荣一僵 这样一定要僵 把这个车抬出来 不让你对死 不能让对死 如果你这个车不僵 你直接跳马 虽然巡船一对车 你再落象 这就不一样了 这个象又少一步 这样的巡船再高居 这就不一样了 这样就 这样就变成 应该说变成一个 黑方对共占优了 黑方对共占优了 所以说呢 这里呀 赶紧将军 完了再跳马 巡船大师是对的车 对的下车 这样呢 红黄一僵 再把车退回来 红黄现在是什么呢 红黄宁可气掉两个子 就是这个马也不要了 红黄这匹马 跳这已经是不想要了 马也不要了 一定要是用双车呀 对你造成一定的威胁 这样呢 它是一僵 再次吃马 再次马 走到这里呀 这个旗应该说 这个赵王大师走的是吃兵 赵王大师走的是吃兵 这部棋是软手 这部棋是软手 这棋应该走什么呢 应该先僵一去 赵王大师应该先僵 先僵 如果你除驾 比方说你除驾 那么他再开车 他再开车 再开车 这样呢 你黑方来不及吃马 来不及吃马 大家看 这一僵 一僵呢 黑方只好电鞠 只有电鞠 电鞠呢 红方再删线 这里有僵尸 这里是提示 如果你避泪车 你这个车再回来 再回来 这样呢 红方再平 再吃兵 这样两个车 大家看 这车降 这样呢 要一步 不停的呢 对黑方造成威胁 红方一定要利用双车 这有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会打讲的太深 就是说这个棋的时候 红方这部棋啊 有点软弱 有点软弱 应该先这里降 看对方的动作 然后呢 再选择连续的进攻 因为这个吃兵啊 并没有什么进攻 并没有进攻 这个黑方一吃马 黑方一挑事 黑方一甩车 甩车 把车甩到这边呢 这样呢 就防止红方的这个车将 再车将抽居的手段 对吧 这是可以理解 再甩车 红方又一撒相 往右一撒相 现在红方少了两个指啊 这时候啊 由于这个红方啊 这部棋啊 持平的时候呢 造成了一个软手 所以说现在呢 黑方啊 现在已经是优势了 现在目前是黑方优势 但是黑方必须要走出这个 特别精妙的棋来才行 黑方应该走什么啊 黑方这个棋呢 应该走什么 黑方应该走 车五进一 撒相 大家看 黑方应该车五进一撒相 如果你飞我车啊 如果你飞我车 那么黑方就一将 再登局 大家看啊 这个车嘛 硬吃你车啊 这次叫杀 你不能吃我车 吃我车 我就 马后泡了啊 这个气辣车是太精彩了啊 气辣车太精彩 你红方只要避内车 你避内车的话 我就登车啊 我也可以先吃你车啊 这样呢 这样呢 必成了一个炮双竹 必胜 单确相的局面啊 这个其实是红 黑方是必胜了啊 黑方是必胜了 大家看啊 这个棋 特别精彩 我一吃相啊 黑方一吃相 现在一吃相 也是叫 叫抽啊 这是都是抽杀啊 如果你这棋 如果你要是 吃鞠的话 吃个鞠的话 那么黑方可以 抽回一个车 抽回一个车 就成了车 怕对单车了 那这个棋 也是没法下的啊 这棋也是没法下 所以说大家记住啊 在这个局面 黑方一撒相 必胜啊 形势啊 突然间呢 变成 由红方 占有啊 变成一个黑方的 定胜的局面啊 就是 这样一个 这个下棋当中啊 就是这么 非常的 下棋 就是 这样 比如说你这撒相 瞬息万变了 就是说一步不慎 满盘结束啊 就是这个道理 真是这样 一步不慎满盘结束 所以说黑方的 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撒相啊 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撒相 那么呢 黑方实在呢 是走的是平车啊 黑方走平车 这个棋呢 就是 稍微有些软弱啊 稍微有些软弱啊 这样的黑方一僵 红方一僵 然后再僵 再撒相 大家看啊 这里呢 是一个 叫沙啊 叫沙 平车平死 这样的 红方再平车 黑方一僵 撒掉中兵 这样呢 大家看啊 这个棋啊 虽然说 黑方目前 虽然说黑方目前 多了两个字 但是呢 因为这 红方这个双车呀 太厉害了啊 红方这个双车 太厉害了 黑方进底车啊 准备啊 调取一些四段啊 这样呢 红方一除啊 红方一除架 一僵呢 红方就上 这样再僵呢 就退 这样呢 也没有 黑方啊 也没有什么 手段啊 黑方车再回去 黑方车再 再退回来 红方啊 就是退车一吃马 红方退车一吃马 黑方一僵 红方一进降 这里呢 黑方啊 由于黑方 红方这里有 这里有僵 这里有僵 僵尸啊 这里呢 还有这个僵 这样呢 黑方啊 比如高居 那么这样 泡白吃掉 这样呢 就是红方啊 就获得了胜利 现在虽然说 黑方多一个马 但是没有用了啊 红方这个双车呀 你现在一个四下没有 这肯定是不行啊 所以说呢 大家看啊 这个棋啊 苏仁呢 就是在这里啊 就是在一步之间啊 就是在一步 大家看 就是这一步棋 这个象棋啊 就是胜负啊 就在一招之间 当时在这个局面的时候 如果黑方抓住战棋 车有信仪 那么呢 黑方啊 就将获得胜利 黑方就将获得胜利 撒响 特别精神啊 如果你一飞我 我这里一将啊 大家看啊 在一条马 这一将 这一条马 气双鞠 刺我鞠 我这样啊 马和炮 只这么一棋啊 所以说好 今天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 敬意到这里 这盘棋啊 是黑龙江赵荣 对广东巡穿了一盘 非常精彩的双车沙发啊 看赵荣这个双车呀 运用的非常好 但赵荣呢 在中间 也给了巡穿大师 一个机会啊 这个机会 就是车上向这个机会 但是当时呢 可能由于时间紧张啊 这个巡穿大师呀 也没有 没有走出来 这个车偶进行 撒向这个 反败为胜的 妙招 所以说我今天想给大家 这个各位 亲密朋友说的就是呢 在下期当中啊 不管你多么的劣势啊 就说你 形势再恶劣 你要冷静啊 在冷静当中思考 因为 对手啊 他既不是巡穿 也不照容 他肯定会给你机会 有反败为胜的机会的 只要你冷静 抓住机会 有可能就获得反败为胜 好 今天这盘对局呢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